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摸起了她的气息 这样就没有回收上赶着给我们送口粮了 你不会把那个雪女给引来吧 住口 我能停滴你 难道就不能停滴她吗 她来了 雪女 七十万年大劫在即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极本之一 冰冰 我不离开 天梦 冰冰 你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拿成为你的伴侣吧 好美丽的鞋子 可天梦哥带我来到这超纹危险的基本之地 真的只是为了帮我决心五和二 你以为用精神力模拟出的形体来建我 我就找不到你的本体了吗 既然搜上门了 你就一定要死 新收了你的能量 我就是大陆最强的回首 雨昊 雨昊 一定要忍耐住寒冷 我要迟走残退了 就算成为大陆最强的魂兽又能如何 您要有承受十万年一次的大劫 四十万年大陷将至 就算你有信心度过这次大劫 那下一个十万年呢 下下一个十万年呢 大劫只会一次比一次凶险 你死什么 呀 呀 呀 啊 你在奋进我 就算有化形的勇气 你又有多大的把握 突破百姬大关 获得永生 与其重新修炼 不如利用你现有的修为 与我联手造一个神奇 就像万年前最强的那个人类一样 这个一退 是我百万年修为的结晶 就算是雪女都未必能挣脱 如果能造一个神奇 我们就能跟着这个神 一同获得无尽的生命 万年前 新斗大森林天津牛马 和太太巨猿的陨落 不仅成全了当年 弄得最强的人类 也使自己和他一同获得了永生 什么意思 冰冰 你还不明白吗 只要再造一位神奇 我们就能和他一起永生了 我不擅长攻击 可与我联手 造出一位新神奇的可能 至少提至五成 超过一半几率的永生机会 难道不值得我们一搏吗 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又怎么会害你呀 那你找到那个能成神的人类了吗 以后 出了吧 什么鬼 天文哥 你应该把你对冰地的私心告诉我 我愿意陪你冒险 你却不信任我 我给了你我的一切 这次带你来鸡背之地 为你觉醒第二五分 我只是掺杂了一点私心 你就是我不幸运你吗 虽然我知道 当时冰冰这么做 他就为了吃掉我 提升修为 但当他杀掉那些 追杀我的魂兽时 我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天文哥 我知道这在你看来很荒诞 但我只想永远和他在一起 我是那么害怕 他熬不过自己的四十万年大限 所以他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 这个孩子太是我了 我要找一个更强的人类 四十万年大限将至 就算找到了 你也不能让自己成为他的智慧魂华 智慧魂华 智慧魂华就是在融合之后 仍旧能够保持清醒的神志 清醒的神志 可这孩子的资质根本承受不了 可他有着远比常人更加坚韧的意志力 何况他还有我 我已经做过一次 在我强大精神本源的保护下 你成功成为他智慧魂魂的可能 至少提升十倍 这孩子天生拥有精神属性明蒙五官 就给我开启了冰属性五魂的基础 这个冰五魂需要一个主魂魂 现在他的冰属性能一片空白 融合以后 你不只是他冰属性的第一魂魂 同时更是他的五魂 以后 他的第二五魂就将是你 冰属帝皇蝎 你说他有远比常人更加坚韧的意志力是吗 如果他能不在你的保护下坚持十分钟 我就信你 不行 他最多坚持五分钟 冰弟 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 否则 不值得负责你的信任 那就开始吧 如果他死了 就证明你在撒谎 所谓的神奇计划 根本就不成 我愿意接受你的 我愿意接受你的 啊 怕 他撑不住了 我跟你说只能五分钟 快停手 他死了 我们的伟大计划就泡汤了 伊莱克斯还不现身 雨昊死了你也得玩玩 你不相信 他可以挺过去 伊莱克斯 时间到了 雨昊 妈妈 鱼昊 我的孩子 你长大了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士 妈妈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做到 妈妈走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妈 鱼昊 鱼昊 你做到了 坚持了十分钟 不 是十一分钟 你不怕死吗 我从小经历的屈辱 比死亡更加可怕 我能承受 希望你的命比你的嘴更硬 鱼鱼昊 你答应了 我是给他机会 不是给你 少吃心妄想 开始吧 你真的 虚伪 你已经将我困住 即便我不同意 你为了自己的永生 依旧会把我变成魂魂 冰冰 你一定要相信我 释放你的精神本源吧 冰冰 我一定不会让你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 精神之海 那个灰色气团是什么 你 你以后咋跟你说 一号 取出你的秘法之魂左臂骨 让它作为你融合冰体魂魂的媒介 这不仅能加快融合的速度 也能减少你的痛苦 天梦 我在 虽然你这交付很可疑 但是 你很有眼光 但是 吗 你很有眼光 你很有眼光 啊 我成功了